有心机的人到底有多厉害 开车回老家的路上 副驾驶放了一大袋水煮花生 途中下车去超市旁边买水喝 车门也没锁 结果还没到两分钟 副驾驶上的花生就被偷了 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是个带小孩的大妈拿走的 我打电话报警 警察说 才十几块钱的东西不给力 我说花生是过期的 泡了耗子药准备带回香下药耗子的 对方已经马上出警察监控 知道人家小区前后还没半个小时 大妈当时吓得腿都软了 自己吃了一点 小孙子吃了很多 赶紧打电话叫小孩 妈妈回来再差点 小孩妈妈跟奶奶就打起来了 我说这个耗子要人吃了没事 就是耗子吃了会丝 不信我吃 给你俩看看孩子 妈妈坚持带孩子去灌肠 小孩奶奶被教育了一通 然后我也被教育了一块 赔偿了我一包花生钱 估计以后大妈手绘老实点 婆媳关系可能以后不太好 我也没敢说 花生是没药的 怕警察说我报假警 就像在座人要有心机 别人不帮你是 因为你没触及到他人的利益 想办法把你的问题 和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 才能引起他人的重视 愿完可以做一个有成福的人 感谢! 感谢! 感谢!